那是你的手 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 但也是它甩开了我的手 写了记忆的祈求 两颗心在猥琐的温柔 江枪三圆形 诸位好 阿宝 徐老师好 徐老师刚才讲这个世界杯与性 算是把形象彻底召奖了 这是我愿意付出的牺牲 为了求你们的欢乐 对对对 有小丑精神 就是牺牲自己娱乐大众 一个妓女都现身了对不对 我何必 你看真拿自己当人 妓女都现身了 反正干这行 咱们就是要现身 但是呢 说起那天咱们说这个赌球这个事 我都想起来 那天看球 这次世界杯啊 倒没听人说什么黑哨作弊的事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场啊 好像一个队的队员觉得很无奈 说好像我们一到禁区 就不敢有任何身体碰撞 一有身体碰撞 他肯定是有我们的犯规 但我说实在我都宁愿相信世界杯是赶紧的 你知道现在在大学里 他们跟我讲了 说有那种叫强跟逼债 就有的时候晚上你会看见强跟 围一伙人 打呀 大学 大学 大学赌球 你知道吗 大学怎么赌球 我以为是为了学负负责 我就是大学 宿舍里的同学 宿舍里的同学 他就是所谓的联络人 他上面还有上线 说一注一百嘛 一注一百块钱 就拢几个同学在这赌 而且好像还是当球在一键分晓 马上就赚钱 但是大学生哪有钱 有的学生赌疯了 还不清 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赌球的大学生 都说一般很少有逼债的事 因为他们也知道不敢签债 但是也有个别的 那就给人就是有那个赌 赌到墙角啊 不知道是什么势力 所以说这个世界杯还是以娱乐为主 假如是赌钱的话 可能还会带来这个灾难啊 就如同世界杯也是不能够 介入其他的叫嫖赌黄对吧 嫖赌黄 现在都差不多了 有赌球的 德国妓女也罢工了 都差不多了 但是呢 确实是你要说到这个作弊啊 什么的事情啊 你不是研究大学生吗 研究学生 最近倒是有这个事啊 全国性的这个作弊的现象 阿宝也看了 我有听说 是六月十几号英语四六级 四六级 听说考试 因为我知道这一次问题特别多 是因为听说过了 今年之后呢 这个社会人士就不能再报考 只是专门开放给学生考了 所以今年有特别多的社会人士报考之余 对他们来说也是破釜成舟的一意 因为我不再是学生了 我也很难再回到那个学校去 如果我今年考不过 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 光湖北就四十几万考生 所以今年舞弊的情况特别高 哎呦你看同一天 全国各地 反正咱就说湖北吧 我武汉大师 湖北就一间之内收到近百起作弊 我给你们看看这照片 现在就是高科技啊 现在的这个作弊 这种发射机 它是连在手机上的 有这个电池 你看两节电池 然后呢 这个电池它可以 有的女生甚至贴在皮肤上 哎 这个也是连着手机的发射机 你看这个小耳塞 小耳塞最小的呀 直径三毫米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学生 因为把耳塞塞到耳朵里 拔不出来了 造成这个骨膜穿孔 这时候湖北一个医院的大夫 说来了几个同学 说都说耳朵里有东西出不来 他还说什么拿吸铁石就能给吸出来 这医生一弄出来全是小耳塞 后来这医生说你们 你不是作弊吧 医生说只看见小孩把东西往里塞 没见过这个大人往里塞 当然一般都不塞到耳朵里去 但是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 就是小布什竞选总统的时候 当时有报道怀疑小布什在电视编论的时候 用了耳塞 没错 我都有那照片 就背后有个古包的形状能看出来 而且我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美国大选 我是八百年去了美国 有经历过好多次 他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他们有一句话 叫要按照规则来游戏 你知道吧 叫play by the rules 根据游戏规则来玩 但是假如有人能犯规 其实最后大家还是犯规 所以考试这个东西 首先考试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必须的东西 包括我们节目有试试例 他也是一张考核 这是开箭 但是像四六级英语在那就是避卷 有考试肯定有作弊 所以说作弊先要作斗争 这是教育部以及教育工作者 一个漫长的战役 你的意思像是代表作弊者在这忽悔你 我觉得作弊这个选项当然值得谴责 但是问题是它存在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不进行到的判断 就是他怎么没被抓住呢 他就过了 是不是 当然对六万几十万几百万 考试行者了不公平竞争 但是所以说我想这个 我们要关注的是啊 随着这个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考试越来越多 我们怎么能够防范不公平现象出现 我以为我们怎么才能发明出更新更好的作弊 那是你的工作 先考是我的工作 先考老师抓作弊 其实出题的人也可以防范作弊 你说如果出题目出的好 因为有时候 像我们我以前也去参加过那种补习班考试 我们都会考前猜题嘛 然后呢考前猜题就从 比方说从考古题开始猜 然后或者是分析啊 今年大概有什么走向啊 然后比方说可能教育工作者会比较喜欢什么取向 但是其实教育工作者 有的时候真的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我听说有一些比方说作文考试 有些补习班啊 他们是会给你比方说给你十个十篇作文 你就把它背起来 反正呢不管出什么题目 你就可以兜到这个文章里面去 对对对 反正你就照抄就对了 比方说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对对对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你就说什么诚信 兜到诚信 或者说我最喜欢的人 然后我爸爸 然后我是以为我爸爸很诚信 就只要你能够兜 你都可以兜到那个主题去 但是现在呢出题肯定更厉害了 他就是出那种特别刁钻的题目 你如果一看文不对题 就知道你作弊 马上给你很低的分数的那种 阿宝斯 你刚才讲的东西 其实说了一个反倒是一个真理 这个透福考试啊 相当于四六几八 透福考试这个作文题目是公开的 你知道吗 它总共有185个题目 公开的 并且有范文 那许多的培训专家也写了范文 所以你只要把这185篇看过 知道怎么写 他一定考这185篇之一 我问过我们的老师 美国人怎么这么愚蠢 对不对 这不是开选考试吗 这问题谁能背后180篇呢 你不背啊 但是你就一条一条的题目 你就知道了天文地理啊 对吧 文史的各种东西 实际上这就是真正的考试 就是说我从里面选一个题目 迫使你对所有的问题 你都有一个准备 我觉得这是叫真本事 所以说你给一个第三题目 端打开 北京的符号 那有些小聪明 比如像我这样那样 往往今天就高分你知道吧 一些真正实学的人 OK像杜文涛 可能就完了 你知道吗 对比方说台湾的考试也是一样 像去年还是今年的台湾考试 就考了一个叫火新闻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火新闻 什么 所谓火新闻呢 就是新发明的文字 就像外星人来的一样 其实就是网路上流行的文字 因为他们出了一个题目 就是我对你真是佩服到 O R Z 什么叫O R Z呢 我写给大家看 对 O R Z 大家给看一下 对 就很像 就很像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的头 对 然后这是他的腿跪在那 这就是所谓的五体投地的意思 这就是新兴人类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网路上 可能会有一些 比方说这样子的符号 就表示我是笑脸啦 或者是这样子的符号 就表示我脸上有三条线 那他其实这个考试 当然就是为了迎合 比方说就是很新的一些 新兴人类的用语 比方说我们的初题很活泼 但是苦了那些 真的很认真读书的小朋友 可能他可能为了读书 也不上网了 对 所以他就无从知道 所以这一题他就毁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种初题 是整天照顾那些 整天玩网吧的孩子 这个可能是招网络编辑要的题 我现在给你吹道题考虑一下 这个 这也是网络语 但是这并不代表 本人这个内心深处想法 我很BT 对你充满了YY 我很BT 对不知了 现在我揭晓 你们不用作为了 我很变态 对你充满了意淫 这是网络上非常充满的 但是并不代表本人内心想法 但是我记得越描越黑 越描越黑 对你说 对 那我还是对广告说吧 刚才我们这个导演都给听乱了 本来要说 门到九分钟了 就是九个人 九个人 为什么九个人 我也在耳机 对我也在耳机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这个耳机啊 他有的时候会出错 我还有一错 我记得香港回归直播的时候 那个导演非常紧张 让主持人倒计时准备 各个工程设下 跟老主持 准备好了 听我说 一 二 三 四 我怎么越鼓越多呢 对 你说这回就是 你说监考老师 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作弊 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监考老师在那看 居然耳朵里听见教室里传出 A B C 他怎么回事 原来是一个学生啊 把这个 他那个扬声器 他有两种选择 应该是关掉扬声器 应该是也有耳机 给他放出来 那孩子把扬声器 给他放出来了 但是据说那个老师 也抓人抓住了 把那个旁听的人 把我抓住了 那个有扬声器 没抓住 他没抓的 旁边的人也听到 搞不好 他也真的就这样听了 这是旁听听姐 还有一个炸了 你没见刚才那电池吗 绑一个 有的绑在腰带里 可以绑在钱包里 有一个学生 肚子给炸出一个血窟窿 给爆炸了 本拉丹他们设计的 所以说刚才 徐老师说的对 就像有足球 就有犯规一样 这有考试的那一天起 就有作弊 就有作弊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还准备准备 给大家看看这个作弊大观 前面可以教人家 对吧 作弊啊 对对 有公开的 揭穿他们的 对公开的就 应该不会有人在 对揭穿他们的这些招数 这是反作弊 项链节目是为了 让反作弊者观看 没错没错 待会儿我再讲讲 我的作弊经验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作弊啊 它是 你瞧见没有 漂亮 漂亮 拍的 这是 放在这 你监科老师 怎么查 他看自己看什么 这是你的监科老师怎么看 监科老师跟他一块看 然后咱们再看 你看 这是 瞧见没有 作弊的 最长 最简单 就是简单的 这是外国的孩子 偷看别人 外国学生 你看 这一个课堂好几个人 同时在作弊 你再看下面 所以古艺有之 过去啊 科举的时候 这是这个本子 一厘米可以覆盖八九个字 这个小的这个程度 这个过去考举人 你看这是过去 科举的时候 藏在写里的小抄 你再看 这是砍尖 咱可能看不清 这一个考举人的过去科举啊 砍尖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 四书五经 全写满 全写在上面 都是字 都是字 哎 这个放错了 这个 这也是一种作弊 你知道吗 通奸的 通奸的 人家老公回来了 他趴在窗户外 那老公救人 这就是各 就是各个方面 都有作弊的 这种 这种行为 第一个那个女生 是最聪明的 因为她把那个东西 放在这个胸前 老师假如这样盯着看 流氓 没错 老师就不敢检查了 只能远远的看 也看不到 有女性 陶老师 你还 所以说 有女性 陶老师 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 你是做英文教学的 我得就向你忏悔一件事情 他就说这个四六级英文考试 我自己就是啊 我可绝不是宣扬啊 我就是忏悔 我的四级 六级 都是我发明了一种作弊的方法 过的 但是因为什么 我们当时大学本科啊 我的英语是不行啊 我这个四级过不去 就不给毕业 我毕不了业啊 我急的实在没办法 后来我一看 这招行 研究生那个级别 才要到六级的嘛 我一想 顺便我把六级也过了 结果我六级也给过了 这同一个方法 用同一个方法 我那个方法 至今那是无理 至今还带在身上 不是 我也可以忏悔啊 当时我就跟一个同学 商量好的 他英语好 我就说 因为当时那个题目 都叫标准化试题 一百道题 还是一百二十道题 答案基本上都是ABCD 我说只要你坐在 我能看见的地方 当时我在教室里 我坐最后一排 他坐第一排 离那么远 监考老师就站在身后 我说你必须按照顺序答题 就A B 你左边答题 右手啊 A在这 B在这 C在这 B在这 就这样 我在最后一排 我看着 我还听我职业道德 你知道吗 我完了之后呢 我一想 我不能比人家考得高 我还故意错几个 他八十多分 我七十多分 因为你的手的动作 这是我是为了揭穿 就以后老师要注意 这种作弊的方法 大家都要误会 而且 其实眼睛不是盯着试卷的 都有问题 对 而且恶果就是 今天我成为凤凰卫视 唯一一个不懂英文的 一个主持人 所以确实是这个问题 英语肯定要学 考试肯定要考 但是中国的英语教学和测试水平 非常低 比如说大家知道 哑巴英语 对不对 你说我学了十二年 是吧 十年寒窗了 最后变成哑巴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种奇迹 所以说新东方另外一个老师 叫王强 他是口语这个大师 他说 哑巴英语是一种奇迹 我怎么把你叫做哑巴 我就不教你 反过来 让你变成了能说回道的人 所以说这个东西 反其意而用之 能够找到中国英语教学的问题 这个其实 这是一点专业知识 就是我们是把英语当知识来学的 而不是当工具 要知道 要知道全世界各地的文盲都会说话 对不对 都会交流 婴儿也会说话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 高级知识分子 学了一辈子英语 还不会说 还不能用 所以这个 但是也有人说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 也不必会说 我只要我这个英语水平 我应该学专业英语 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搞我这行的 我能看懂我的专业刊物 这就可以了 我碰到过一个人啊 他是高级知识分子 这个学术很高 他说要得诺贝尔奖 我说你得不到 因为他不仅不说中文 而英文 他也不说中文 他说一个方言 根本没人听话 我说你不能得诺贝尔奖 一般你得诺贝尔奖 受奖大会上 得比你找两分野 对不对 先把你家讲话 分成普通话 这不普通话 分成英语 中国知识分子 他的一个交流能力 语言能力 以及这个沟通的这个能力 特别差 这是 这个东西 是有一个文化传统 然后又成为一种现象 然后这个现象 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个传统 所以你现在讲这个话 这是不对的 你知道 所以 我说的是不对的 学英语 首先要学交流 你知道吗 那就让他婴儿对不对 他不能出在 要后来 写下来 来 你知道吧 他得说 对吧 这是一种语言 所以我想这个语言 主要是为了人类的需求 徐老师这语言也很有意思 他每说一个观点 就帮自己解释一下 每说一个观点 帮自己解释一下 但我非常赞同 徐老师的说法 因为其实语言 就是拿来沟通的 对 因为你如果真的 不能沟通的话 那说实在的 语言也就算了 你就不要学了嘛 我真的比方说 可能在中国通过 四六考试的人非常多 但是一个国家的 英语水平好不好 你就看那些 外国人问路的时候 有没有愿意帮忙 就知道了 你不要说中国了 像日本人 英文也是差的不得了 你跟他们 然后我们去问路好了 你开口讲一句英文 他觉得你好像要抢劫似的 就有一次 我在那个琉球迷路了 我就问你 因为我不太会说日文 我就说 问你英文 那一家人是这样子 就能往后躲了 就能 好害怕外国人 还滚远一点 那种感觉 他为什么害怕英语吧 因为琉球是美金占领的 现在 我跟你讲 日本人说英语 我听过一回 我当年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 跟一位日本大阪电台的主持人 有过一个合作 临别的时候 日本人特别有礼貌 一边鞠躬 但一边呢 跟我说这个英语 其中呢 那天早上他走的嘛 其中有一位早上好 我就记得很清楚 Gondom morning Gondom morning 什么特别 Gondom morning 英语叫做 Jinglish 叫做中式英语 就是看来 又Jinglish 日本英语 但是中国人比较说 四六级有问题 他主要是我觉得教学水平和测试水平 以及教学观念 但是大家由此责备英语 觉得全民学义不好 这个咱们不谈这个 但是问一个问题啊 中国人呢 中文水平是不是足够好 中国学生啊 他只能用中文讲话 也不够流利 你知道 也不能表达 也不能够雄辩的表现自己的观点 思想 逆致 这个呢 又体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中国学生呢 整体的素质 我们国家有个说法 叫素质教育 这是个悖论 叫哑巴英语是个奇迹了 素质教育是个悖论 教育教育不就是给你素质吗 对不对 你仅有知识 你没有素质 没有品质 没有那个功德 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 为什么强调素质教育呢 因为我们的教育 这个素质 太缺乏了 这个 讲到这个语言问题 就是我们的学生 不会交流 不会歌通 不会表达 不会写作 不仅是英文 中文其实更是重灾区 所以有人说 大家学英文了 忘了中文 其实不是的 恰恰是中英文背后 我们的这个教育观念 这个话题是不是比较严肃 严肃的很 严肃的 我都弄不太明白了 他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教育的问题 真的是 像我 因为我是 我们都是考试长大的 我觉得你要根本解决 教育的问题 其实就是 出题的人 命题方式很重要 就是因为其实 你说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方式证明 我们会不会读书 就是考试 所以我们都是根据 这个考试的内容 来决定 我们怎么读书 当然这是挺悲哀的事 但是不可否论 我们都是这个方法长大的 所以比方说 你考听力 那我们当然就 就是想办法听 你考说 那我们就想办法说 你只考文法 那当然说不说 跟我们来说就没关系了 所以我真的想说的是 如果真的 想要做教育改革的话 其实真的就是从 考试的内容 那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 怎么改革 对吧 大家就在讨论各种改革 教育改革 要知道英语是博来品 英语是外国的 英语这个标准 不在中国人手上 所以说我们讲到 国家教育要改革的话 是不是可以从英语开始 因为世界两大考试标准 托福和雅思 教育部是不是可以 从这两个考试委员会 初题委员会 来学一些东西 因为我是这个方面的 专家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 就是中国的四六级 是对于托福和雅思的 特别拙劣的模仿 这个因为托福的改革 它有一个大的趋势 它代表着最最先进的 这个标准 这就好像世界杯一样 你让中国来制造 世界杯的这个 这个规则肯定完了 这个运动就毁灭了 它必然是由巴西 德国这个强国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还是对这个作弊的手法 比较感兴趣 你知道就说四六级 它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的看了报纸上有这么一说 找几个枪手啊 考试的时候 哗下去进去 15分钟内 一个人做一个提醒 15分钟内做完 交卷出来了 出来之后就告诉人 把这题目 然后就用这个手机啊 发送的耳机 耳机就鼓门窗口 这个作弊像多么普遍 多么严重啊 我们有一个节目 试试他 新东西有个老师叫 叫枪手 就讲了这个 怎么把人家作弊 你知道吧 这个其中一个话叫 大家不要嘲笑我 对吧 因为我是枪手 但是呢 孝平不孝枪嘛 孝平不孝枪 居然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一种这个 娱乐的话题呢 可见 这个问题严重 当然 你谈这个作弊啊 我谈呢 是这些改革 英语教学的这个 对对对对 你谈正事 我谈邪事 不是 鲁迅的祖父 你知道吗 坐了八年牢啊 因为作弊 他不是作弊 他是找关系 要求那主考官呢 放过他的这个亲友子孙呢 就因为打这么一个纸条 结合作弊 而优优充有限的 序 mosquito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